你可以参考这个 利用Equilibus 另外我们其实已经 PiDiv已经装了 所以你只要把Jungle 装到这个里面来 那就大功告成 可是问题要怎么把它装上来 当然第一个你打开这个幕 里面我有个连结 最重要就是这个前面的有的话 你就不用装了 Python有了 但是第二个没有的话 就是这个Jungle 那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2 所以你可以连结这个 里面点进去就Jungle 的官网 那最新的版本的话在这边 最新的Release 2.21这个版本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并且把它做 这个安装 安装的方法的话 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它这个安装你必须 把它真正的安装到 那个我们的Equilibus 当然有点麻烦 比较容易出错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当然我把它打开 我习惯是先直接把它剪下来 剪到哪里 剪到我们那个根木底下 放在我们Python Python这个根木底下 第一个 我把它更正一下 应该是放在 不是Equilibus 应该是放在我们Python 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 要跟Python的Library结合 所以等于是要把Jungle 全部都放在它的Library里面 可是你要把它放Library里面 第一件事你必须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自此 解出来之后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是去执行 它里面有一个Python的一个Module 它里面有一个Module叫Setup 所以把它解一下 所以第一个就是把Jungle的2.2 现在最新是2.21 之前我下载好像是2.2而已 然后就要去执行它的Setup的指令 不过特别注意 它里面解出来之后 里面会有一个Setup.py 这个Py档就是说 你要告诉它说 你要把它放在哪里 所以几个方法 第一个 我就直接在上方好了 我要执行它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要执行命令 所以安装的话 第一个 进到它的解压缩 解出来这个包 然后里面的话 找到它 在上方 输入CMD 因为我需要下一个命令 Command 这么大 这个绿色的 不知道它为什么把它弄那么大 然后把它关小一点好了 它16号差不多吧 因为这个电脑 它预设好像就把它弄那么大 为什么没缩小 要让它Run什么 Run这个 那用什么来Run呢 用那个Python 用Python里面 去执行它 然后跟它讲说 把它install setup后面空一格 跟它讲说 把它install就可以 所以我们的预法 当然这个地方 如果你 我们之前因为装的时候 已经有加上 那个Pace 所以直接打那个Python 当然如果未来 如果假设你没有那个Pace的话 你没有设定那个预设的路径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前面再多打一个 你的Python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 这边我有写 其实就是在上面这边 你如果有Pace 你就直接这样打 那如果没有Pace 变成你要告诉它说 你的Python在哪里 或者甚至你可能电脑里面 不止一个Python的目录 像如果你有好几个目录 那它不知道装哪一个 它会装在预设的那一个 那可能你预设的那一个 不是你正在用那一个 那就会产生错误 就是你却装错位置 OK 大概会有这种情况吧 只不过理论上 如果你只有一个Python的话 那就直接执行这样了 Python 然后后面去执行 转它的这个Py档 跟它讲说 你要做install 所以把这个 拖揽一下 OK 直接把它输入到这边来 好 我把它输入上去 OK 好 输入上去了 不过其实我是用贴的 Enter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会自己去 把这个Jungle install进来的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理论上它就会开始跑跑跑跑 然后把那个Jungle的所有东西 帮你倒到它的 Library里面的一个叫 Size Package的一个目录里面 就把这些全部通通丢进去 所以理论上 最后你可以再检查一下 它有没有帮你把它丢到 这个Python底下的Library Library就是一个Library 这个Lib的这个缩写 Library还是库里面 那理论上会多一个目录 叫做Jungle的一个目录 然后它会把所有东西都丢到那个目录里面 在这里 这边还有一个Library 这边这个里面 然后会帮你放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 还没看到 它会帮你把你的Library 全部都丢到这个目录底下 这样才算是成功的 如果在里面假设没看到 你可能要 有可能一种情况 就是你有一个以上的Python的环境 它会帮你丢到 因为之前我就遇过这样的状况 奇怪 怎么都没有 乱不起来 发现原来它装错位置了 里面没有看到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也许未来就检查一下 它这边已经跟你讲说 已经finish了 已经帮你丢进去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Eclipse关掉 然后重新再开启一下 它就会偵测到 你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这个就是Jungle 然后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把它挂进来 如果有挂进来的话 那表示成功了 理论上应该没有很复杂 所以把它再挂一下 这个时候呢 正常情况应该会抓到 因为我印象中 我有可能 这台电脑会不会有其他的 那个Python路径 你看起来好像 它没有动静 怎么知道有没有挂进来 你可以再检查一下 那个PyDiv里面的Interpreter 里面没有东西 表示应该是 我预设的Pace 不是我现在使用中的Pace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是最容易发生错误 之前我关这个问题 我花了好多时间 奇怪了 正常应该OK 结果怎么不OK 原来 这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特别注意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这个路径 你就要跟它改一下 改成下面这个说法 就是这边应该可以改成D 把它改成D底下 就是我让Python的位置 我是在D底 不是在我的预设 预设可能是之前这一台 有其他老师在上课 它装在C底底下 所以它已经装好了 OK 所以装的话可能会装到那边去 不会装到这边 所以变成说原来这个Python是 这个Pace设定的 那我要改就应该改这样 就是意思说 我要去run它 所以一样的方法 就是到这先关掉 我再做一次 这个可能如果你之后 假设做不出结果 正确的结果的话 就要这样 开启那个Python 里面因为我把Jungle 扣进来了 主要我是要run这个 run它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 Jungle里面 上方打一个CMD 它会帮我带出这个路径 OK 所以这个路径会 主要是带出这个路径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Jungle里面 OK 它会自动帮我带 其实在这边打CMD 主要是我懒得在 在进到低跌 然后进到这个目路 在进这个目路 当然如果你会的话 你也可以啦 OK 只是这个方法是比较懒 比较快啦 OK 所以我做动作都有原因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Python是在哪里呢 在低跌底下的这个目路 OK 所以我就把这个 刚刚那一段输入上去 我的东西 我的那个Python路径是在低跌底下的这里 不是在预设那里 如果是预设那个 不要帮我装在预设那里 所以我看一下 还在这里 特别是这个 这个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因为光这个问题 我之前卡了好久 现在快疯掉了 好像鬼打墙 后来我就喝个水喝个咖啡回来 一想就恍然大悟 原来是只有我的问题 所以以后如果你犯同样的问题的话 也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解决方法就这样子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反正主要就是前面加一个路径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避开什么 避开他预设那一个 我要先执行他 OK 转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这样就可以正确的帮我装进去了 所以他现在也开始转了 也开始跑了 不过这个时候跑的不会装在预设那边 会装在我们现在这边 他怎么知道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再到什么 这里面的Library里面 看一下那个什么 他有个叫 Sites Packages 就是网路上抓下来相关packages 里面有没有Jungle这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成功的 如果没有的话 有没有看到有 有没有出现呢 有没有看到 出现了吧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才正确 不然的话挂Jungle真的是好累人 网路上你也找不到这种说明 我看网路上 他们都是用RUN指令的方法在跑 比较少就是用Eclipse加上Jungle再去写 那用Eclipse来写的好是不是都图形化 你不用再下指令了 OK好 已经出现了嘛 OK也帮我丢一些东西过来 我不知道丢什么东西 你可以自己再check一下 他跟你讲说已经放进来了 而且呢 你也可以check一下 他说他帮你install 在哪里呢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他也会说明一下 所以有时候你install完之后 你就还在check一下 否则的话很多灾难就从这边开始 光挂个环境 我们重点当然是希望你环境先挂好之后 后面就不用再去管环境 否则很多人每天都在弄环境 环境乱不起来 那后面就不用玩了 这件事很重要 OK好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请你把Eclipse关掉 哇他好神喔 马上抓到 不过我还是习惯的 先把它关掉好了 关掉重开一下 OK 然后直接再去run一下这个 run起来 那他一样会去check 因为他第一次run的时候 他会去检查说 你的那个python 里面有没有多出一些东西 理论上会跳出要不要加进来的讯息 我刚刚好像是没有把它加进来 他再来的话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interpreter 这边 诶 他还是没有把它装进来 OK 好不然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理论上 刚刚那个画面跳出来 你就要把它加进来才对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诶 他马上 他可能 我切回去之后他马上又跳出来了 来放 等一下再借我借我借我 诶 他这个时候才跳出来 所以他会等一下下 那里面的话 他问你说要加什么东西 他帮你加这些东西 我把这些都打勾 那Aprise 这个时候他就会加进来 这样子的话你的Jungle 才能够Run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你把它挂上去的话 理论上 你现在电脑呢 才能够Run一个Wave 也可以拿这个Jungle 来架式网站 感谢您的感谢您 谢谢大家